大家好,我是小颖,欢迎您来到我的养生频道 鸡蛋几乎包含了我们身体所需的全部营养 可以说吃鸡蛋等于全营养餐 但一直以来,关于鸡蛋的争论研究始终没有停止过 对于鸡蛋的争论来源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研究,弗拉明汉研究 这个研究认识到胆固醇导致心脏病的发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一个专业机构提出了 国民要限制胆固醇的摄入 每天的摄入量要控制在300毫克 然而一个鸡蛋的胆固醇含量为250毫克左右 所以一只鸡蛋就相当于一天300毫克的限制量 以过去的观点来说,每天吃一个鸡蛋就足够了,不能再多吃了 但是后来有研究发现,控制胆固醇的摄入量 好像与心血管病死亡没有关系 限制食用量没有科学依据 所以在2013年,中国营养摄入合理值的成分表里 把胆固醇的限制量300毫克去除了 在2015年,美国居民的膳食指南也去掉了胆固醇的这个指标 大家一致认为,鸡蛋中的营养价值高 但对于鸡蛋,人们更害怕的是其中大量的胆固醇 糖尿病患者能吃鸡蛋吗?一天吃多少蛋? 吃蛋黄会不会增加心血管并发症风险? 各国指南的说法并不一致 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 英国糖尿病协会指南并不限制使用胆固醇或鸡蛋 澳大利亚的指南则建议,每周最多吃六个鸡蛋 美国糖尿病协会指南曾建议 每日的胆固醇摄入应在约1.5个鸡蛋的水平 但近日又取消了这一建议 糖尿病与代研究者悉尼大学研究者认为 作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 不需要禁止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的患者吃鸡蛋 而我国目前最新的指南说,每天不超过一个鸡蛋 你平时吃鸡蛋吗? 许多人觉得鸡蛋中的高胆固醇既可以让人们肥胖 还会对血糖水平控制不利 所以有糖尤认为,还是不吃鸡蛋的好 如果你也是这种想法,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鸡蛋中不仅含有胆固醇 还有各种其他的营养物质 如卵磷脂、矿物质、维生素 整体对血管健康的影响是比较有益的 研究发现,一天一个全蛋对血脂没有负面影响 不会因为吃鸡蛋引起胆固醇升高 所以对糖尿病人来讲 一天吃一个鸡蛋是安全的 再搭配一些瘦肉、豆制品 完全可以满足人体日常的需求 糖尤吃鸡蛋更要讲究方式方法 蛋的做法有很多,哪种更适合呢? 水煮鸡蛋、蒸蛋羹都是健康的吃蛋方法 且吸收率很高 但是煎鸡蛋、炒鸡蛋、炸虎皮鸡蛋、茶叶蛋 吸收率就低多了 且不太适合糖尿病人使用 鸡蛋的蛋白质中含有蛋氨酸 长时间加热后会产生硫化物 这种物质与蛋黄中的铁发生反应 产生硫化铁和硫化亚铁 蛋黄马上就会变绿 而变绿的鸡蛋消化吸收时间变慢 会给我们的消化系统带来额外的负担 所以煮鸡蛋时时间一定要控制好 不能太久以免蛋黄变绿 鸡蛋煮几分钟最健康 煮三分钟以内 蛋黄没变形 细菌没有被完全杀死 煮五分钟 蛋黄刚好凝固 口感软嫩最适合 煮十分钟左右 蛋黄发率不易吸收 煮鸡蛋方法 水烧开后煮三分钟 关火在锅中焖两分钟 这样煮出来的鸡蛋 灭菌效果最好 也有鲜美的口感 都说吃鸡蛋等于全营养餐 但是有些人几乎是不吃蛋黄的 因为担心蛋黄中的高胆固醇 其实正常摄入胆固醇 不会导致血脂升高 胆固醇也有好处 且蛋黄中含有的卵磷汁 可以抑制胆固醇的吸收 所以不吃蛋黄 其实是错误的 鸡蛋羹能合理地保留 蛋白蛋黄中的大量营养物质 这种烹调方式 能够使营养物质 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如何做出美味鸡蛋羹 两颗鸡蛋打散 倒入200毫升的牛奶 盖上盖子 或者蒙上保鲜膜 隔水周十分钟 这样制作的鸡蛋羹表面光滑 口感嫩滑 利于营养吸收 而加入的牛奶也让人体补充更多的营养物质 会更加健康 凤凰衣小妙用 中一把鸡蛋壳内膜称为凤凰衣 凤凰衣实际上是一种天然的生物性服料 当烫生 皮肤上有炎症的时候 凤凰衣都能为窗面提供一个天然的跑酷膜和屏障 让窗面处于封闭状态 减少水分的蒸发和污染感染的机会 如何完整地取凤凰衣 一 将鸡蛋放到容器中 倒入白醋 白醋要覆盖过鸡蛋 二 约48小时左右捞出鸡蛋 轻轻揉搓 经过白醋的浸泡 蛋壳发生了中和反应 非常容易剥掉 白皮蛋 红皮蛋 乌鸡蛋 初产蛋 土鸡蛋 DHA鸡蛋 市面上不同价格的鸡蛋相差四倍 那么它们的营养成分有什么区别呢 每100克鸡蛋中 蛋白质含量最高的是白皮蛋 脂肪含量最高的是乌鸡蛋 维生素A含量最高的是DHA鸡蛋 蛋固醇含量最高的是白皮蛋 DHA最高的是DHA蛋 检查结果 各种蛋里面的成分相差不多 营养含量并没有因为价格的升高而增高 专家解读 不同品种的蛋 其实是因为在鸡饲料中加入了不同的成分 鸡吃了就会产下不同风味和元素的蛋 所以不用太在意土鸡蛋与普通鸡蛋的区别 当你挑选了营养成分略高的鸡蛋 但是价格却要翻上很多 性价比并不高 所以建议大家选择高性价比的蛋 不用过于追求偏高的价格 鉴别鸡蛋是否新鲜 鸡蛋上有很多气孔 因此表面是粗糙不光滑的 所以如果鸡蛋特别光滑 可能是不新鲜的蛋 而有鸡排泄物的蛋 说明饲养条件很差 细菌可能通过气孔进入鸡蛋内部 我们还可以拿一壶水 把鸡蛋放入水中 越往下沉的鸡蛋越新鲜 将鸡蛋放在大米里有保鲜的作用 因为细菌很难在低温干燥的环境中繁殖 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保鲜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 特殊人群需腎制鸡蛋 如鸡蛋蛋白质过敏人群 以小孩为主 诊断为高胆固醇血症的人群 肝硬化血胺高的人群 肾功能不全的病人 另外 糖心蛋 生鸡蛋 毛鸡蛋都不建议使用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颖 我们下期再见啦